欧洲地区福尔谋杀俱乐部28国的共同主席和核心成员 25号联名致涵欧盟欧洲议会以及北约领导层 呼吁支持立陶宛深化跟台湾关系的决定 同时因应来自中共的复合式威胁跟对主权的攻击 针对立陶宛决定跟台湾互设代表处 却遭到中国以政治跟经济的各种手段来施压 他们表达了强劲的支持立陶宛要跟台湾发展关系 同时他们也欲请欧盟要积极的力挺 并请北约就立陶宛遭受来自于中国跟俄罗斯的复合式的威胁 要表达声援跟支持 中国官方的媒体竟然公然的叫唆 俄罗斯跟白俄罗斯要与中方来联手惩罚立陶宛 这种现象令人非常担忧 中国对于立陶宛的威胁不仅明确违反了估计外交准则 更是对于立陶宛主权的明目张胆的攻击 好 林明恒副本发送欧盟27国外长指出 立陶宛面临的难民潮 跟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等的贾讯西等复合式威胁 正式打击民主国家的缩影 而联名的共同主席强调 立陶宛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完全有权和台湾发展经济文化连结 并互设代表处 正如同欧盟跟其15个会员国 已经在台湾设有办事处 来自此的角度 打击民主席地与其中途 北京的冒险 这个冒险 超级的冒险 这个冒险 这次冒险 冒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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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险